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因为我觉得身为女性就应该更关心女性的健康 所以我非常的就是我非常开心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刚好这些像乳癌啊乳腺癌这些事情 也曾经发生在我身边的长辈身上 所以就会让我自己更加去注意这一个健康的问题 圣格仁夫的郑一健与陈小春两人也一起跨海做公益 已经当爸爸的陈小春 有没有传授正义剑生子秘技呢 我有跟他讲过了 讲什么 他当于这个生小的秘籍就不能随便讲 秘什么叫秘籍 秘籍那是秘密的 两位要怎么帮那个老婆 就是检查乳癌的防治的话 应该跟老婆一起嘛对不对 我不是只是检查应该是平常要过这个生活过得比较好 比如说我们很健康呢会一起做一些运动呢 航山呢也是检查也需要真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每一个地方也是工作很太忙了 其实应该要把时间安排自己的心上 应该要检查啦做一些对自己心里好的地方 吃好一点呀做一些运动比较好 现场季小军也带来一段原住民歌曲 网纳新闻网采访报道